大家好 我是田园阿婆 铜蒿是很好的蔬菜 我们平时多数是用在炭火锅 今天阿婆介绍一个很不一样的吃法 铜蒿仔洗干净 取比较嫩的叶子和杆 马上整齐 撒一些盐 趁它还湿的时候 我们往里面铺一些粉 什么粉都行 素粉 面粉 粘米粉 只要薄薄的一层 因为菜是湿的 所以很均匀的 就裹上了粉 打一些鸡蛋 多少随意 看你需要吃多少 但记得在鸡蛋里面加一些盐调味 我用的是不粘锅 这样子不需要很大的火也不会粘 整个过程也没有油烟 也不容易产生有害物质 用橄榄油 多放一些味道会更好 裹了粉的菜不容易溅油 也会更香 好 把底部煎熟就可以翻面 把鸡蛋打散 浇上去 喜欢多吃蛋的可以多放一点蛋 多浇一层厚的蛋皮 也很好吃 那我就放一个鸡蛋 底下鸡蛋基本凝固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翻过来 因为我们菜没有切碎一整片 非常好翻面 两面煎到微黄就可以了 再撒上调味料 最简单的就是黑胡椒粉辣椒粉 那我用的是上次给大家介绍过的Costco的 这个Galaxy & Pepper 这个调味料也很简单 或者你用日韩的那个拌饭的那些海苔 其他的调味料都非常好 这道菜也能用韭菜来做 那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把它剪成小块 这样好入口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也试一下